阿彌陀佛 大家好 這裡是連生活佛文集網路直播讀書會 今天是第106集的播出 中元節到了 除了家家戶戶做大拜拜之外 還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做一種善的回向呢 我們佛教徒修正佛祕法 念地藏菩薩報父母恩舊 今天特別還要跟大家介紹玉立寶超 我這邊有一本書叫做玉立寶超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大登文化的間緣書 裡面有好幾篇師尊的文章 關於玉立寶超 玉立寶超本身這個文章 等一下我會介紹 裡面提到十殿 地獄裡面有十殿燕王 他們各有什麼樣的地獄 犯了什麼刑罰 入了什麼地獄 以後怎麼解脫 今天那個看了又看 感覺是非常的觸目驚心 所以佛菩薩慈悲頒布了玉立寶超 讓眾生明白因果 在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播放白杜母心咒 祈求世尊加持 順便調一下燈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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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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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 明天是 9 月 6 日 9 月 7 日 臺灣的時間晚上 10 點 我依然會在網路上跟大家見面 跟上一次一樣 所以再次跟大家告假一下 我們先來看昨天同門的留言 昨天同門的留言提到什麼事情呢 什麼叫做三大阿森奇節 陳金鵬他講了 反正三大阿森奇節 他說要積山成火 只要治三毒 就超越了三大阿森奇節 貪生治三毒 還有金金堅 十件最重要 猶如先妙花色美而無相如是說善行 必行而無果這六 最從心起槍心燦 心若滅時罪也無 心亡罪滅兩居空 事則名為真懺悔 這是一個懺悔的祭 陳人和師兄說 心中有不好的念頭 大家都會要清楚明白 所以我們要常常去觀察自己的念頭 正跟不正 要去觀察 然後能夠知道明白跟執念 每年說剛才超經 師真說人生來仇業 修行是消業障 一心修到想回首 那就要仇業 如佛所說消業障 习氣若消失 真如就出現 所以要憎悟佛性 一定要消除自己的習氣 蓮花小芬 說有夢到 對不對 有提到你的夢事 這一次最大的福報就是歸師尊歸師佛 跟蓬麗說 先斬斷自己的貪塵痴 不要用劍來傷人 洪春麗說 師尊如是也無所得 無所得 還有Angela Fong 剛好我開讀智慧的語意 師尊談一個人心送的事情 很巧合 許久沒有這號人物 今天新聞又再度出現媒體報導 想想現在的人只想追求神通 但是沒有智慧能力去判斷 盲目的追求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我們來看今天已經到的同門 蔡月芬 對我要飛了 一路順風 冠修峰 美高 麗娜 蘇莉林 丹米古 對 朱莉亞 葉明菜 丹丁娜 上司在等你西亞圖之旅 平安 謝謝 台灣好像有一個颱風的外圍環流 颱風的外圍環流 我覺得還好 因為新聞寫說還好 阿葉 你好 Angela Fong 還有這個誰 Jana Hieu 慧儀說我打敗仗的正在大病異常 上司有告訴你 那怎麼辦呢 趕快念地藏經 還有多多休息多喝水 Lisa John 上司好剛好在河邊餐館內吃早餐 用心念 請您一同參與 謝謝 岳芬 還有楊芬 還有楓以寧 連龍 青梅 還有 溫厚旺 吳當 Gracuse Gracuse 還有 A就放念過了 Shirley Lin 瑞娜龍 戴立民 艾婷 楊維傑 尖鋒記 珍莊 灰林夏 還有 王廉珍 林發來 林發來也貼了我們很多文章 我們的很多的讀書會 謝謝你 Jana Yati 還有Memory Stone 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的留言 王廉珍 Alice Ma Isabella Bing Hong Fong Jing Jin Ken Alien Dan Licia Hong Jong Hong Jong Hong Sing Bung Gwang Doe 那個是醫保的助教 天仙堂 大三角的助教 Jackie Bang David Go 彭康悠 還有 May Yibay 吉佩淳 張妙柔 Selie Bang 哇 過以好的喪失擔心 好擔心過不了海關 你現在人在哪裡啊 你現在人在哪裡啊 還在馬來西亞嗎 還在吉隆坡嗎 Sing Kyu Lin 還有 求是尊加持 飛來飛去 張家綺 Alien Shin 上學好 好可愛 一邊唱白杜姆星座 一邊用手打太極 總是要有一個動作 這個是手的舞蹈 你知道嗎 月分 上次我們也跟妳一起飛好 我們在西雅圖見了 Amy Lotus 你好 Vivienne Day 今早突然心血來潮念 白杜姆咒 那我是不是跟妳相應呢 謝謝大家 跟我們祝福 一路順風 Jane Tracy 最近開始在準備回學校 為開學做準備 所以都沒有準時來參加讀書會 今天趕上了 很開心 很棒 Deddy Go 還有同門的路訊的 Jacky Bang 還有John Sean 好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了 開始要介紹什麼 昨天天上的藥士 已經介紹了一段時間了 對不對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玉力寶超 大登文化 他出了一本結緣書 叫做玉力寶超 裡面有師尊的文章裡面寫到 關於玉力寶超的 還有玉力寶超大家都聽到這個名字 到底裡面是在寫什麼 對不對 我們中元節 大家拜拜 超度 祭拜好兄弟 其實呢 在這個時節來讀玉力寶超 我覺得不錯 讀地藏經也不錯 因為了解因果 你這個拜良皇寶唱 或者你修法 要為眾生懺悔的時候才知道 為眾生為自己懺悔 才知道應該懺悔什麼樣的業障 美美董 還有吉祥英 Nicolline Kissy Ann Jongseo Go Jeky Bang Kissy Ann 謝謝你們的祝福 我希望明天坐飛機的時候 旁邊坐一個比較瘦的 不要太胖 那個肥肉都流出來 還有不要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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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 比較正常的人 坐旁邊 因為長達是幾個小時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很 習慣很怪的 然後又肉又 哇很擠的 那你知道 我們坐那個經濟艙的 我要擠得要死 那就 就 就很恐怖 所以激情是 壓直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文章 就是陰盼 陰間的陰盼 別的盼 這個陰間 那個閻羅王 他這個 根據冤親在主的要求 或者幽民上的要求 然後有那個明王的律令 然後來復領在一個陽世人的身上 這個出自於哪一本書 我看一下 神變的遊歷 第126冊 在結尾開始 跟大家介紹 陰盼這個文章 有一個人姓炎 嚴格的炎 家 講 那個嘉義的家 謝謝大家 祝我一路順風 不要半路失蹤 真的是順風 因為台風的外圍環流 在台灣的南部真的是一路順風 也祝所有非西雅圖同門順利 還有祝同門或西雅圖海關順利 祈請跟們傳承 地藏菩薩 所有我們的觀光護法 大力金剛 所有佛菩薩 通通來加持我們征活地職 我覺得你們能夠賺錢也很辛苦 我這次在馬來西雅紅髮 我跟一個同門講說 你要不要這次來西雅圖 他怎麼跟我講 上次去西雅圖一趟 我等於可以來台灣朝聖四趟 就知道西雅圖的機票真的是非常的貴 那同門有的結衣縮食 你們去西雅圖還要住旅館 然後還有幾個人分租一個房間 然後盡量很課難的 然後又要參加法會又要報名 真的是非常的結局 然後來固執師尊在西雅圖的傳法 非常的不容易 師尊和菩薩 給你們拍拍手 給你們按讚 我將聲音調低信號 我將聲音調低信號 依然可以聽到上師的法語 謝謝 希望大家都聽得清楚 Safe Travel上師 Thank you very much 祝福上師一切吉祥 祝福一切往西的 往生即往 不是去西雅圖而已 那有一個人性嚴嚴格的嚴 嘉義的家 那這個人是40歲 在1995年突然得了一個很奇怪的病 那這個病是怎麼樣 他的病只有病半天而已 一天24小時他病一半的 怎麼樣 每天只要下午3點到早上 隔天早上的7點 他就變成一個報廢的廢人 全身都攀壞 手腳都不能動 那他這個病去看醫生 那醫生有的講什麼血管痠塞 給他治病 怎麼樣都治不好 最後醫生介紹誰 我們盧師尊 這個醫生大概也是整個弟子的樣子 反正只要治不好的內容 鬼神病 他們就是介紹我們的盧師尊 那所以就這個嚴家 跟他幾個朋友就去找我們的師尊問事 結果我們師尊一看 佛媛一看 就知道說這個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師尊因為也是很慈悲的緣故 先說這個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案情比較複雜 師尊有發現一些明王律令的 閻羅王令牌的 約金賽主拿閻羅王令牌的 你說叫佛夫薩去幫忙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師尊講說他沒有辦法 但是大家就很好奇 問說為什麼沒辦法治啊 那師尊說不能告訴你 這就起了 有什麼理由是不能告訴呢 那大家都說劉師尊非常靈驗 那原來也不過如此看來 還是那個什麼虛有其名吧 那其他人剛開始還對師尊很不屑 早知道就不來了 白白跑一趟 倒是這個生病的這個人嚴家 就講說告訴他的朋友說 我們不要亂說話 所以不知道的 人家有時候不願意告訴你真相 一定背後有原因 所以千萬講話也是要委婉客氣 就算你拜託人家 人家不願意答應 你還是要保持君子風度 一定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如果人家不願意講原因 自己也要兵兵游離的撤退 這樣才能夠保持一個修剪的風範 對不對 哇 同盟祝我一路勝風 林真謝謝 Michelle 巴黎 Angeline 好 謝謝你們 好 好 那麼這個 這個 炎家 既然這麼客氣 對不對 師尊也覺得說 欸 那 你們真的要師尊講嗎 他說要 那師尊就講說 後面有一個婦靈的 什麼婦靈的 什麼婦靈的 男的 那男的不是就給他超度趕走就好嗎 不行 後面有炎王律令 有杜蝶的 有炎羅王的公文在後面 所以呢 就像神仙 大國金仙佛菩薩也隨便 不能夠動這個律令的 所以這個范葉是不是 求佛菩薩就百分之百的 如果這個葉是非常重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看 接下來的故事是怎麼樣 那個人說 那你既然講炎王律令 後面有個男的鬼 附在炎家的身上 那你可不可以描述 那個優民眾長什麼樣子 師尊就講 這個人 那個耳朵薄薄的小小的 而且留三撇鬍子 只是特別左邊的眼睛 眼白多過眼球黑的 所有人聽了都嚇一跳 知道這個人是誰 祝福的祝 新舊的新 原來是祝星 那原來炎家跟祝星 他們幾個是好朋友 好朋友往生了 怎麼會附在好朋友的身上呢 所以他們就覺得師尊講得很準 可是好朋友已經往生了 怎麼會附在人家的身上呢 大家在七嘴八舌的時候 炎家他就頭就低低的 最後他把其他的朋友 就把他鋸開 你們先到客廳的旁邊一點 到外面的房間 他炎心就很真誠了 跟師尊講當中的原因 所以問世人 不是講說我沒有造業 我沒有錯 對不對 你這樣子就沒有辦法去解決事情 事情發生了 一定要很真誠坦誠 老實的面對 所以炎家 最後他這個事情被解決了 也是因為他有一顆 還是老實人的心 他說炎家就告訴師尊 兩個人 炎家跟師尊就在房間 然後就跟師尊講 說師尊講得算得非常非常的準 他也是真實的看見 然後炎家就跟師尊報告 他說他跟祝星 就是那個禪生靈 本身兩個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就是說有一件事情 要對師尊講明白 就是在兩年前 那個炎家跟他的朋友祝星 借了一筆錢 而且有說答應兩年之後還清 可是要還清的日子還沒到 祝星就遇到車禍就死了 變成這個錢沒有辦法還 然後也沒有還給家人 那炎家也覺得自己也是有個小小的貪念 就這樣子把事情割著 所以他說是不是把錢還了就可以呢 然後呢 這個師尊就問他 那你是不是要準備要還錢 他說可是已經過了還錢的日期嘛 對不對 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貪念 那師尊會說 那現在犯了這個業 那你準備怎麼辦 那個炎家就說 那我這個請師尊來教導如何解決 可不可以燒紙錢給他 那紙錢比較便宜嘛 金子比較便宜 所以比如給人家借三百萬 然後你用比較便宜的金子這樣子燒給他 這樣可以嗎 那那個師尊笑一笑 說啊 燒紙錢 那炎家他自己也很尷尬 也是在笑一笑 他說那個 他說不是說管跟不管的問題 他擔心說錢如果真的還給家人了 可是呢 他這個半天癱瘓的這個毛病如果沒有好 那請問怎麼辦呢 那師尊知道說有一些婦靈的現象就是這樣 本身呢兩個是好朋友 朋友好的實在太要好了 然後呢其中一個好朋友死了 死了的那個朋友呢 捨不得另外一個朋友也會有婦靈的現象 所以各位同盟 你回去跟你的好朋友交代 往生趕快去麻雙年子不要來婦靈 這是跟大家開玩笑的 那反正這個師尊就幫他想了一個真實的辦法 想什麼辦法 你看到我後面有一尊什麼地藏王菩薩 要不要去廟裡面跟地藏菩薩發願 發什麼願呢 第一願意將欠這個朋友的錢全部還清 第二個呢印地藏金 給他印了一千本 回向給他的好朋友 第三呢也願意燒紙錢給他的好朋友 這三個呢請地藏菩薩做主 然後呢 言心也就是去廟 也這樣子發願了 發了願之後有沒有好啊 所以你說有那個業障 有冤親債主 我知道有些人 我聽說那個什麼 擦牌掌 好像說所有的有病 有什麼都說後面有個靈 都講人家後面有鬼有靈有什麼的 那是不是每次都有這樣子的情況 師尊其實他不願意 他其實他很不願意講 這個人的病後面有什麼靈 盡量一試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你去問那個通靈的 他一定講你後面幾個果爺 後面幾個冤親在主 後面幾個靈 通常講這個 那你自己念地藏金就好 要幹嘛去問別人對不對 我看看同門講什麼 謝謝婷娜 我擔心會發燒 不過現在一直在喝藥希望好轉 其情根本傳承加持 你可不可以打針呢 打那個退燒的針 或者明天白天的時候去打個退燒針 會不會好快一點 那個吃藥如果中藥也會比較慢 廖金禪師姐你好 下午請師尊加持順利過關 哇 Dandina好慈悲 謝謝 鄭欣 Joanna Law 還有李兄 謝謝你們 Joanna Law Winghoff Wong 謝謝你們 傳照片給這個 所以Dandina很慈悲 Dandina也一起來念金回向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講說 那求地上菩薩到底有沒有用 還有我們如果說你這個找那種通靈的 他一定跟你講說 那幾個鬼 所以你不如說你也不用找 因為答案都是一樣的話 對不對 他們一定講那些答案 那講那種答案 你自己也會給自己答案 你不如自己先念地上經 然後祈求師尊 然後寫信傳真求師尊加持 如果病重的話 或者寫信寄給師尊求修法加持 這樣比較快幹嘛去問那些通靈的 對不對 那我們師尊呢 反正顏家這個人 真的是照師尊講的 去廟裡面跟地藏菩薩發願 做這三件事情 過了幾天 元家來拜見師尊了 師尊說有沒有好 我一點都沒有好 那師尊說 哇 怎麼會這樣 一點都沒有好 那怎麼辦 元家說 既然師尊能夠講出他背後的靈 是他的朋友祝心 那他就把所有的未來的 就交給師尊去處理了 交給師尊去辦理了 那他完全就信任師尊 相信師尊一定可以幫忙 我覺得那種信心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那種半信半疑啊 試試看啊 祈求佛菩薩試試看 你好我才信你 這個先不用這樣子 你真的要求佛菩薩加持 你一定要有完全完全的信心 對師尊 對地藏菩薩佛菩薩要完全的信心 這個信心本身也會有化為光明 來消除業障 所以我們在這裡 祈求師尊放光 祈求地藏菩薩放光 也來加持會儀 早日的能夠平安 身體健康 能夠很順利的到西雅圖 阿彌陀佛 會儀加油 我們來唱地藏菩薩好不好 請菩薩佛光給你鑄造給你加持 我看看 我打開網路 等一下 奉請大願地藏菩薩慈悲 所以業障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辦法 有一些阻礙 等一下 再看一下地藏菩薩 在哪裡 歐护� sagen 地藏菩薩 我這裡沒 目前 因為我用電腦版 所以沒有地藏菩薩的 身號跟神針 不過我們 歐护獺神 大家等一下 天上圣母本身也会洗灾治病 请天上圣母来加持 天上圣母秒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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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小花红 妙心与你 奥阿里耶稣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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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里耶稣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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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里耶稣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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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阿里耶斯利多多弥撒 哼阿里耶斯利多多弥撒 天生生无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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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心与你,天上神父,喵心与你。 喵心与你,天上神父,喵心与你。 喵心与你,天上神父,喵心与你,天上神父,喵心与你。 喵心与你,喵心与你。 喵心与你,喵心与你,喵心与你。 多多念那个地藏经的 多多念那个地藏经 希望那个保佑你 这个一切能够吉祥圆满 接着呢再来讲说 那这个同门 这个已经跟地藏菩萨 发了这个三个月没有效 那他呢对师尊很有信心 再一次的提醒师尊加持 那师尊呢因为他的信心而感动了 所以呢你们要祈求佛菩萨加持 就是说佛菩萨你加持我 感应我让我怎么样 你自己忏悔业障 那你对佛菩萨的信心要百分之百的 那所以这个严家 最后他跟师尊讲说 虽然我跟地藏菩萨发愿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还是一样 但是可不可以请一请师尊去查一下 既然是这个他的朋友 他后面那个鬼灵 有阎王的那个律令 那可不可以查一下那个律令 后面到底记载了什么 他的生死部记载了什么事情 于是呢师尊就想到说对啊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他没有办法来脱离这个病苦 于是师尊呢用了什么 隐盾心法掐了神诀 哇掐了指诀 然后就隐形 你如果有看那个哈利波特 对不对 带了一个斗篷 碰就不见了 师尊呢用了隐形法 他的隐形 哇到了地狱 十殿阎王 所阴间的鬼神 完全看不到师尊 师尊去里面观光 但是呢想一想 欸不对啊 他去那边是要办事情的 于是师尊呢 就去找他们的档案啊 他的找到虫类的 找到鸟类的 找到什么 然后最后 在第3925号才找到 3000多号才找到 颜家的档案 要不是我们的师尊神通光大 你要找这个一个人的档案 你看全世界多少人 对不对 被罚欠多少人 要找一个人的档案 何其容易啊 所以师尊的神通力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这个找到那个档案之后呢 才看到什么 他那个原来有明判 明判就是阴间的判刑 他怎么讲说 第一个颜家欠这个什么 欠债 欠那个住心的债 欠朋友的债 第二个呢 判住心赴灵在颜家的身上 第三呢 至死无解 到了死都没办法解 他一辈子都有这个怪病 感谢上师指导 刚有同门议事 周也是有大障碍 本已订够了机票 9月14号 又一起去西雅图 但是不知可否去图障碍 如其同行 马上从这同门去念地藏经 向地藏菩萨发愿 佛法部强调三世英国 那看一个视频 有位女士 替她的孩子 向叉叉 常常问世 叉叉说她的孩子 在肚子里已经有业障 医生有问题 但是女士人家要生下来 结果叉叉 对语惠大众说 所以我跟你们讲 这叫做自私 你现在痛苦了吧 明白了 有时候事情没办法 只有水源 听起来 好像在感觉在劝人家堕胎 你看 所以现在师尊讲的有智慧 对不对 那你遇到了障碍 遇到了一些障碍 就要注意一下 我调一下灯光 今天是不是灯光会比较暗一点 这样子会不会比较亮 朝五会不会比较亮一点 好 那豆芽叉叉太可恶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重大障碍的 念师尊 还有念地藏经会 比较解那个业障 这样子 这是我的经验 跟我跟你们的建议 好 那再来就是讲说 师尊去查那这个炎家 对不对 被明判因判无解 那没有办法解了 至死无解 一辈子就要活半天 死半天的样子 那怎么办 师尊看到明判 在旁边还有几个小字 他说呢 颜家命中注定遇到贵人 若遇贵人告以身非我有 身体本来就不是我自己所拥有的 叫做身非我有 五蕴皆空 就是色受想行事 你所感受的感官 感应的感受的 执着的 那个都是虚幻的 毕竟都是空幻的 那方始蒙行 如果有人告诉他 身非我有五蕴皆空 方始蒙行 就是醒悟 方始蒙神 福建神 广东神的神 身上非我何况才活乎 身体尚且不是我自己能够拥有的 何况这金钱财物呢 就是要除了要忏悔印经书 还要明白佛理 明白世间所有本来就是虚幻的 不要去执着 那旁边还有字 若以欠债之财 全部印地诈菩萨本宴经 还有印寓意宝钞 广劝世人至过忏悔 永不再犯 可以免除父灵的罪业 从此呢 自己本身跟冤金寨主都能够免除夜报 祝心他的冤金寨主朋友 也能够升天 言将受终往生极乐 西方极乐世界 那师尊这一堵财 一切明白了 原来呢 师尊教原家还亲债务 给这个朋友的家人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祝心他朋友的家人 原家朋友的家人 并没有这个福分 可以享受这个财物 所以呢 师尊就再读了祝心的答案 他就恍然大悟了 师尊就恍然大悟了 然后呢 师尊就问了原家说 你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后代啊 他说对 因为呢朋友死了之后 太太嫁给别人了 所以钱也到现在还没有还 那所以师尊说对啊 确实也不知道该还给谁 那师尊说你算是一个诚实的人 而且呢 怎么样 佛缘也很重 像你祝心这样的 这个你的朋友 那身体是很短暂的嘛 那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皆空 这个身体也不是自己所永远 也拥有的五蕴皆空 色受想行事 毕竟是空患的 五蕴全空的 这个车子一转 整个四大都分散了 祝心无后 他那个你的朋友也没有后代 妻子也改嫁了 钱也全部送人了 想一想什么是你的 师尊一讲就是在开解 这个弟子言家不要去执着色身 不要执着我 不要执着钱财 不要执着此身 这一身毕竟是空患的 所以除了做善事印经书 还要明白佛理 还要明白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执着 明白自己整个佛理的精神所在 最后明白佛性 能够明白自己是空患 知患罹患 罹患即绝 圆诀经讲 身体本身是空患的 是暂时给你用 用了几十年之后 还是会还给大地 还于悉空 你能够离开这个患 你就得到觉悟 所以原家说我懂 我现在只想身体健康 也愿意学佛修行了 有多少人印经书 只是印 只是觉得说 是不是一种迷信呢 印经书就身体健康 印经书就消除月障 印经书就事业恒通 但是一点学佛都不想要 一点佛理都不想要明白 一点自己自省的忏悔的心都没有 那印经书的精神在哪里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不敢说印经书完全没有用 但是印经书 做善事都更要进一步明白佛理更好 福允世事 福允世事总蹉跎且听慧君唱佛歌 忘忧无我无恶性 及写明珠西一颗 你诗写得不错 所以怨气很重 如何能够放下 那个怨气本身也是空患的 所以怨 灯 旁边的灯突然掉下 不小心碰到掉下 所以怨气重的 可以多念上师心咒阿处如来 阿处如来是解怨恨的 佛菩萨他还是有特别的那种怨 人为善福虽未至或已远离 你只要做善事福虽没有到 但是或先远离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 人为恶或虽未至福已经远离 赖承华 善事站着比较合适 头太大了 慧心上师谢谢你 五手肘放下空 我会不会头太大 那我就站着跟你们念 会不会挡住菩萨 好 那你要站着 我就站着跟你们念 讲到完为止 所以这个袁家就讲说 这个什么 他就自己就跟着师尊念 身非我有 五蕴皆空何况才博 我一直念身体不是我所拥有的 五蕴也是毕即是空患的 然后何况才博 那他就全部要印那个地藏经 那即玉力保超 然后他就跟师尊讲 就算没有好 就算他这样子做了没有好 他自己认的 我觉得这个袁家他有一种心 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业障 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因果 那所以呢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贪 有一种贪念 所以呢 他那种愿意面对因果 面对业障的那种心 也是一种消除业障的方法 所以后来他就发愿 照着这个师尊讲的这样做 才刚发愿才刚做了 所有的病都全部都好了 你有没有吃饱饭 你是问神有没有吃饱饭 Angel Bob 好 这个就是这个殷判的这个文章 那玉力保超 接着呢跟大家介绍玉力保超 所以你们如果说要回向给你们的祖先 对不对 大家拼命应送禅书又不推广 都往台湾雷葬寺送对满厨藏 是50年也消化不完 所以如果你们这个已经禅书很多了 我建议你们如果下次去台湾雷葬寺 把一些多余的禅书 你可以跟寺庙讲一下 每一个拿一些拿一些 对不对 那帮雷葬寺多余的禅书 发到其他的土地公庙 发到其他的什么医院 经书结缘处把它广传 这个也是功德 不要这个禅书一大堆就累积 而且做禅书最好有这个比较经编的 像那个大登文化他做的玉力保超 对不对 他就经编了 禅书里面有师尊的文章更好 除了看善书也能够去明白这个佛理 因为师尊的文章他会分析其中的佛理法药 那再讲这个玉力保超的元期 就是这个有一天 剩下十十分钟 有一天 那个伟大的地藏菩萨在我后面 地藏王菩萨 他就是 他生日 他生日的时候 他说 那十殿的阎王都跟地藏菩萨祝贺神日 菩萨就发大愿 他说我以悲愿来度这个众生 但是呢 世界上的人呢 行善的很少 行恶的很多 然后呢 这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便法门 来让众生明白业报 然后业障消除 那他子孙也能够继续绵延下去 吉祥因说 恶多善少就等于帐幕上发现赤字 应该想办法弥补跟懺悔 感恩佛法感恩师佛 阿弥陀佛 对啊 所以地藏菩萨他生日的时候呢 他也有没有庆祝自己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他还在生日的时候 他还在想着众生 我们也是很赞叹我们的这个 慈悲的地藏菩萨 你因为你的姻缘 然后呢有玉力饱差 准备几本 多出来的师尊文家带回去宿舍旁边的土地公庙 很好 所以地藏菩萨 他就是跟十殿焉王 讲说 对啊 对啊 好 好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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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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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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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